迎接时代的脚步 雷银城寺也希望能够呈现新的红法方式 有80年历史的高雄人美雷银城寺 最早是处清修道场 在第三任主持名言法师接任后 以宏观的眼光将雷银城寺全面的翻修 成为今日道场规模 而这一路的草创过程 法师记忆犹新 大约40多年前 我名言做技术当中 就来一个雷银城寺在赫赤这间市标 二三十年当中我发现我们雷银城寺 这个道场感觉 这当时的技术 这个道场可以 选要淘汰的这个程度 我第二代事务 发言和建议 来的时候要建议这些雷银城寺 看能够再来雷银城寺 再来建议 当时我的师傅很严重 第一点就是我们雷银城寺是散事 非常散的事 非常淡保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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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背面后面这间这棟 管是头七楼 六七楼管 里面有五楼 五栈来 里面五栈 两楼一栈 两楼一栈 要里面三楼殿 上面还有万佛殿 现代人心思辨 容易被欲望或外界的物质吸引 学佛不一定是放下所需 但能够入道场 清静个一日半日 也是一种沉淀 经典中 何以许多佛弟子 在听闻佛陀开示后 就会正道 因为以前的人欲望较少 且对真理能信受不疑 若能够放下我执 人人也都可以从佛法中 获益和开悟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